挑战粉丝通钢雨滋罐 一路上踢个红眼吊尸 这个 粉丝通钢雨滋罐 正好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们这里一直在下雨 小伙伴们 你们那里下雨了吗 而本次植物罐一共有四个 这个有点多吧 老规矩 首先打开所有罐子 看看吊尸 不出所料 第一路踢个吊尸罐 全是红眼吊尸 植物罐里难道有四颗几点花 一共三颗几点花 一颗向日葵 可以 这样的话咱们重新开始 闯一闯本关 首先咱们打开植物罐 让几点花为咱们生产植物卡 向日葵为咱们生产阳光 本关最难的就在于 第一路跟第三路 一路上七个红眼吊尸 这个我从来可没有打过 咱们打过最多的 也只是一路上有六个红眼吊尸 七个红眼吊尸 今天还真是第一次玩 咱们生下一会植物卡 等会拿叠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海多小伙伴说 两个火爆辣椒 能够打倒一个红眼吊尸 这个好像伤害不够吧 如果两个火爆辣椒 再加一点别的攻击性植物 那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路一共一个红眼吊尸罐 咱们打开以后 给金展花来点压力 又来了一个向日葵 咱们把向日葵揍到后面 放上大排骨 再给你们一颗右饼 我去 刚放完右饼 你把我的大排骨炸没了 哎 玉米偷手 这个玉米导弹 可以多来一点 现在卡槽里的火爆辣椒 都不使用了 咱们直接一个火爆辣椒 带走第二路的红眼吊尸 第一路咱们放了两个仙爷掌 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仙爷掌 可是我最喜欢的植物了 咱们等一会卡槽里的火爆辣椒 然后从第一路开始创 两个仙爷掌的击退 这一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别忘了咱们卡槽里还有幼苗可以使用 不过T个后眼吊尸 一起打 东东身上还是有点压力的 毕竟咱们也是第一次一起挑战T个后眼吊尸 我还记得咱们打三花三十罐的时候 那时候就费了不少劲呢 不过咱们打的三花三十罐 每一路上只有六个后眼吊尸 现在咱们卡槽里的火爆辣椒也好了 咱们现在再看看机场花 为咱们生产什么植物炕 哎 火爆辣椒 直接开罐 卡槽里一个火爆辣椒 生产了一个火爆辣椒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两个火爆辣椒直接全部使用 看看先一转这个击退 非常可以 这一路有希望 现在如果机场花再来一颗樱桃炸弹的话 那就太可以了 我去什么情况 一颗三一掌被打了 刚才咱们明明放了一颗双向挖斗作为炮灰的 我去第二颗也被砸了 这可怎么办呀 机场花赶紧来个火爆辣椒呀 我去难道又要输了吗 卡槽里的火爆辣椒直接用 我去还有一只没有打倒 再来一个爆炸性植物呀 哎呦没火锅 完了这一局又输了 鱼子冠挑战失败